《烈火军孝》为爱付出的她 曾在《武林外传》中出演貌美如花在貂蝉 《烈火军孝》这部剧虽然是一部爱国题材的电视剧 但是剧中内容也是相当有意思了 让人看着也非常的喜欢 不仅有民国版花木兰 还有民国版千宋仪 内容丰富 不单调 剧中笑点也是一波紧接着一波 相当好看 要说最惨的还是霍小玉 她才是真正的为爱付出 要知道她是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喜欢上了郭教官 但是人家喜欢的却是裴念卿 她从未干涉 反而一直都在帮助他们 裴念卿死后也一直都是她在帮着郭教官 用自己的整个青春年华 帮她找玷污裴念卿的人报仇 但是没有得到郭教官的丝毫回应 她就这么一直以红颜知己的身份 在她身边帮助她 一直都在默默付出 大家都没有看出来 其实她就是武林外传中出眼貌 美如花菜貂蝉的人 年轻的时候也是相当漂亮 而且还做过主持人 上过春晚 你们看出来了吗